欢迎大家回来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 Mathematics A-Level数学 今天我们会继续第三课 第三点二节 The First N Terms of Mathematics Series 大家会看到上课我们讲的是Authmetic Sequence 今课我们讲的是Authmetic Series 由1至第N的Terms加上数字 首先我们要了解Series和Sequence的分别 根据定义 Authmetic Series is the sum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 下面有两个例子去看看定义 究竟Sequence和Series有什么分别 Sequence就是说例如5、7、9、11、13、15 这个是一个Sequence 一连串的数字 而Series是由5、7、9、11、21 这个我们称为Series Series是它的sum 是它全部的总和 而Sequence只是说这些数字 根据某些距离 一路这样加上去 但是没有告诉你 是要全部加上去 而Series是要加上去 才叫做一个Series 那这个就是Sequence和Series的分别 那条equation 就是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ries It is given by the formula 这个formula就是说给我们 S N 将头的N那么多的Terms 加在一起的话 就会是S N 那个formula就是N除2 乘比2A 加比N-1乘D 括弧A就是the first term 上高的例子 A就是5 而N-1 如果上高的例子 就是4个位 所以N就是4 1就是3 而D就是之间的距离 每个数字之间的距离 就是2 所以D就是2 你就会代入这条 formula里面 就会计算 头那四个Terms S4 是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N Terms 的Series 的一条formula Where A is the first term A代表第一个Term 上个例子是说5 D is the common difference D就是它们之间的共同距离 每个Terms之间 5和7之间的距离 就是2 7和9之间的距离 也是2 所以它们的共同距离 D就是等于2 You can also write this formula S 你可以将上个formula 简化成为N除2 乘比A加L 而L是代表the last term 最后的Terms 那个数字 上个例子为例 如果是S4 N就是4 A就是5 而L就是11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要记的formula 接下来我们看看例子 我们怎么去证明 SN就是等于N除2 乘比2A加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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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有N的Terms 这是第一条的Equation 第二条的Equation 就是SN等于最后的Terms 就是A加N-1的D 再加A加N-2的D 再加A加2D 再加A加D 再加A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加在一起 第一个Equation和第二个Equation 加在一起 我们就会有两个SN 在左手边 而右手边 就是N2A加N-1的D 然后将它左右除2 就会得出N除2 2A加N-1的D 也就是证明了上高的FORMULA 在考试里面 多数都会出一题 尤其是这一题 所以大家可以去记熟这一题 因为这一题多数考试会出的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连串的例子 让大家容易明白 大家可以停下一个视频 拍下一张照片 抄下这几个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 我就会用字 和大家一起去计 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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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2、27、22 一直加到最初的50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Find the list number of terms required for the sum 如果我们加4加9 加14加19 一直加到多少呢 是刚刚好 是超过2000呢 去到第几个term 才会超过2000呢 我们就要找第几个term Find the sum of the following series 下面这两个series 我们一直加 加了20个term之后 3加7加11加14 一直到第20个term之后 究竟数字会是多少 我们要计 这一条也是一样 接下来就是 这一条比较深奥一点的题目 第五条我们要证明 就是the first 2n natural number 就是等于n乘比2n加1 接下来就是性命题 Proof the sum of the first n odd number 单数的数字 去到n那么多的terms的时候 加上了 就会是n2 接下来一条examination question 考试题 这条考试题 就是给了一个题目 k加1加2k加3 加3k加5 一直到303 现在我们就会找那个n terms in terms of k 一个n等于多少个k 第二 我们要找 the sum of the series is given by the sum of the series 是等于这个formula 第三 given this sn等于2568 我们要找一个k 这条是一条考试题 所以比较深一点的 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做这个题目 让大家去认识 好 第一条我们要计的 就是find the sum of the first 50 terms 头的50个terms of 32 27 22 17 12 如果我们要计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要知道a 就是the first term 是多少 这个例子 就是32 接下来要知道d 第一和第二个之间的距离 d 就会是等于27 减32 不要再调下 应该后面减前面的 27 减32 就是负5 就是32 加负5 就会变成27 它们的距离 d 就是等于负5 我们要找的 就是头的50个terms 就是n 是等于50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formula sn 就是等于n 除比2 括弧 2a 加n-1 乘比d 现在n是多少 n是50 所以我们就会计 s50 是等于50 除比2 这是2 乘比a 就是64 加n-1 就是49 乘比d d本身就是-5 乘比-5 这个就是我们头的50个terms加上的数字 我们用计数机去计 这个是25 然后这个就是64 49 乘比5 95 45 54 中20 就是24 就是-24 25 然后再乘比25 245 减去64 245 减64 我用手去计 当然你可以用计数机去计 这个就是1 14 减68 这是1 就是-181 就是25 乘比-181 因为这个是4 减去 -181 乘比25 就是181 乘比25 你也可以用计数机去计 5 1只有5 500中40 5 1只有5 就是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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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 1 2 2 2 1 5 4 4525 答案就是-4525 为何会是负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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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是这个会是32 27 22 17 12 一路路减去就会变成负数 那些负数加起来是比正数大 所以形成了我们的答案就是-4525 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 the least number of terms required for the sum 4加9 加14 加19 一路加到第几个 terms 就会大 而先呢 我们找到最少N的 number 之前 首先我们要知道A等于4 D 就是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等于5 现在我们要计算的就是N 那N如何计算? 我们要代回刚才SN的formula 就是N除2 乘比2A 加比N-1 D 就是要大过2000 我们要它大过2000 不是等于2000 大过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照代回数字 N我们不知道 2A 2A就是8 加比D 我们知道是5 加比N-1乘5 是要大过2000 也就是我们两边乘比2 我们就会N 8加比5N-5 是大过4000 将N乘入去 就是8N加比5N square 减比5N 将4000摆过去左手边 就是减4000 是大过0 然后我们就会计算 5N square 加比3N 减4000 是大过0 那我们怎么计算N 因为我有N square 那我们就要解决 quartratic equation 如果大家还记得 quartratic equation 的solution 就是N 是等于 就是 负B 正负 Square root B square 减4A C 除给2A 在这个case来说 A就是5 B就是3 而C 就是 负4000 我再代入去 我们要得到N 等于 3 因为负B 就是负3 正负Square root B square 就是9 减4A C 4A 就是8万 除给2A 2A 就是10 除给10 我们得出两个solution 一是N 等于 28 如果是加数的话 如果是负数的话 就是等于 负28.6 因为 在这个case 的series 一定是正数 我们得到多少个term 所以 不可能是负28.6 的term 所以 N 就一定要等于28 答案 Therefore at least 28 terms required for the sum exit 2000 这个就是答案 跟以第三条A part 我们要计 3加7 加11 加14 一路加到 第二头二十个term 答案 会等于 多少 我们就要代分 formular sn 等于 n 除二 2a 加n-1 d a 3 d 4 n 就是 20 只是一个代数 所以 答案 是代入20 除给2 2a 2a 就是6 加n-1 就是19 d 是4 d d 是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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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加到頭40的terms 會是這個什麼數字 我們照顧代 formula n除2 2a加n-1乘d a等於30 d等於-3 小心 d因為越來越小 所以等於-3 n是等於40 照顧代入去 即是40除2 2a就是60 加給n-1 40-1 39 d d是-3 記得是-3 不是正3 -3 -3乘入去 這裡是20 這裡是60 加給-3乘39 就相39乘3 39乘3 39乘7 三三歸9 11 117 不過記得這個是負的 負117 加給60 也就是117 減60 就7 這個是11 減6 剩5 就是57 這個當然是-57 負57乘2 570 1140 這個是-1140 這個就是3b的答案 第四條 第四條 第四條有四part 有A B C D 我只是做一part 其他三part 你自己試試做 第四條就是 我們有個series 5加8 加11 加14 一直加到 多少個terms 我們才可以等於 6 70 也就是我們要快 找的就是n 我們把這個formula 代入 sn 等於n 除2 2a 加n-1 d 你應該很熟 這個formula 就要等於670 我們要計 a part 先 a part 第一個 term是5 d 就是3 n 就是我們現在要找的 數字 代入 我們會有n 除2 2a 2a 即是10 加n-1 d 是3 要等於670 兩邊乘2 兩邊乘2 就是n 乘比10 加3n 減比3 是等於 兩邊乘2的話 這個是1340 1340 10-3 是7 乘回 3n 2 加7n 減比1340 是等於0 而現在我們要解決的 也是quadratic equation 也就是n 是等於 負b 正負 square root b square 減4ac 除2a b是什麼 b就是7 所以代入 負7 正負 square root 7749 減4ac 4乘3 即是12乘比1340 21 20只有0 24 28 2326 2122 10只有0 4 3 1 所以是0 8 10 61 這個就是 加1 16 0 80 除2a 除6 我拿個計數機出來 就是 160 80 加49 這個是9 這個是12 就是1 16 我們要計算 16出來 這個是quare root 也就是 負7 正負 square root 16 129 2a 16129 是誰 乘什麼 就是16129 如果用計數機 計算 16129 是多少 乘多少 應該就是 127 乘127 除2a 就是6 我們就看看 127 如果是正數 就是127 因為一定不會是負數 所以127 減7 就是120 除6 120 除6 也就是20 最少的 在第A部分 N 最少等於20 剛剛好 就會加上頭20 5 加8 加11 加14 加上頭20 答案 就等於670 至於B C 和D 大家自己去計算 接下來 我就跳去 複雜些的考試題 同一計 5個考試題 就是 K加1 第1個Terms 第2個Terms 2K加3 第3個Terms 3K加5 一路加到 最後的Terms 就是303 現在我們找到 N的Value in terms of K 答案 你會看到 這麼複雜 我們看看 應該這樣說 最尾的Terms 就是A加比 即N的Terms 是A加比 N-1 乘D 這是最尾的Terms A是甚麼 A就是K加1 A就是K加1 我們在這個位置 N-1 N我們不知道 所以N-1 而D是距離 D就是2K加3 和K加1的距離 我們將2K加3 減去K加1 3-1 就是2 K-K 就是K 就是K加2 這個是K加2 是等於303 這個是K加1 加比 這個K加2 乘D 就是NK 加比2N 這個是-1 負1乘D 就是負K K加2 是等於303 我們又會看到 這個K 減給K 就沒有了 那就剩下 就是負2 這個就是1 就是負1 所以就會剩下 N抽出來 K加2 負1 是等於303 也就是N乘D K加2 是等於304 N 就是等於304 除比K加2 這個就是負2 這個就是負2 這個是A的部分 B的部分 我們還要證明 The sum of the series is given by 這個 152K加46028 除比2K 這個呢 我們是代回 equation 就是 Sn 代回 formula 就是 Sn 等於N除比2 2A 加比N-1 乘比D 所有東西 我們都有了 不就是 N 是代回這個 我們就會有 304 除比K加2 再除比2 就是304 除比2K加4 這個很明顯 就是乘比2A A就是K加1 因為根據剛剛的系列 A就會是2K加2 加比N-1 N-1 N就是304 除比2K 除比K加2 再減1 然後乘比D D就是K加2 然後再代回 K加2 和這個 基本上可以約 這個K加2 和這個 基本上可以全部都約 不要緊 你照成 回去吧 如果你成得沒錯 這裡我 skip了答案 其實你照成 回去而已 整回去 應該等於152K 加比4 6 2 0 8 除比K加2 這個步驟我 skip了 你自己去試一下 應該會得到這個答案 C那一部分 就是當我們知道 SN等於2568 我們想計回K 我們代回B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應該是152K 加比46,208 是除比K加2 是等於2568 兩邊都乘比K加2 就是152K 加比46,208 是等於乘比K 即2568K 加比2乘比2568 2568乘比2 我用手去乘比 當然你用計數K 去乘比會快些 216 26 12 13 25 11 24 5 加比5136 我將這個 扔過來這一邊 就會有152 減2568K 是等於 5136 減46,208 我將46,208做減數 你用計數機 我特意用手 和大家計 8減6 剩2 10減3 剩7 1 1減1 0 6減5 剩1 4 這個是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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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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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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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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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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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 2